好的 定时借助了神鬼之力 所以又被称为鬼画狐 内画现在就是分为五派 第一个就是精派 然后就是鲁派 济派 乐派 还有我创立的琴派 实际上就是说能创立琴派 跟在陕西这片沃土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文化底蕴 因为我们借鉴了 就是说很多很多的文化方面的优势吧 还有就是说我们把如诗道 我们都把它揉到这里面 然后就创立了 以蕴透 惊雅为特点的琴派内画艺术 琴派内画以笔格之润 色格之透 画格之精 一格之雅 主称于世 形成了琴派内画 润 透 精 雅的艺术特色 笔格之润 只借助天然水晶体质的 而描绘出回转绵长的圆润笔法 色格之透 只利用天然物质的色彩 净多层蕴染而显现出颜色透叠后的光影幻彩 笔格之精 只运用胡塘内附的流动空间 而设计出天然合一的连贯画面 一格之雅 只借用胡刃通体造型 而打造成一举高雅的人文真脆 目前常用的内画笔烟糊 高多在5到15厘米之间 宽在3到13厘米左右 厚度1到3厘米左右 气形以折方和扁原为主 材质以光学玻璃为主 也有天然水晶 玛瑙 材质就比较贵重了 鼻烟糊经串堂之后即可书画 一件内画鼻烟糊需要经过成形 串堂 构思 书画 书款 退盖等几道工序 才能最后完成 小巧独特的艺术造型 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 千奇百怪的质地原料 绚丽精美的制作工艺 被视为集中国多种工艺之大成的 袖珍艺术品 一位成熟内画匠人 纸上书画基础也很扎实的 因为内画与书画的艺术标准相同 鼻烟糊的内画局限在方寸之间 技法有别于一般的书画 要求精微细意 相比之下难度更大 这门技艺对于学习者的耐心和毅力 和手上功夫的细微精确要求 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 有一定基础能在纸上作画的人 在老师的指导下 需要三到五年的勤奋练习 才有可能在烟糊胚子内 临摹出合格的内画 因为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工艺 也很是高难度的一个工艺 在学习周期比较长 很多年轻人都放弃了这种比较枯燥 比较孤独的这种学艺方式 但是在我们有我们的学习方式 就是说把年轻人调动起来 在大多年时候培养学生 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工作 坐落在西安南城区的陕西铁山内画艺术研究院 就是张铁山为了培养更多勤派内画传承人 创立的 这里面不仅比烟糊展品丰富 还有很多学生跟着张铁山学习内画技艺 他们都很努力 就是说现在我的学生里头 有三个都是省工艺美术大师 跟我学艺都是二十多年了 而且在这方面的认知上 一个是传统方面 他们还是很努力的 将来的话 他们可能是琴派内画艺术重要的传承人 但是呢就是说 他在学的过程中 可能他要忍受的就是说没有收入 我这给一些就是说 优秀的学生有一些奖励 或者是叫补贴吧 但是只是在生活做一些补贴 这样对我来说都已经非常困难了 因为这么多学生 一边勾画 一边调整瓶子的走向 来回往复间 以去雏形 线条的走向 色彩的转折 与其说匠心独运 不如说是 镜中观物 心如秋水 画了41年的内画鼻烟虎的张铁山 早已经对这门近义 驾轻就熟 但是这不是他的目的 还要往更高的台阶迈进 张铁山在2006年 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 2008年被授予中国内画艺术大师的称号 其实在张铁山的心中 有那么一幅画 方寸之间反映大千世界 今年的主要的工作 还就是说博物馆的建设 因为我现在通过两年的努力 把中国艺术 中国编户博物馆已经建立起来了 建立起来现在正在调整 正在细化 再一个就是说 在学科的建设方面 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因为在学科上它起了两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呢 就是说要更多的学子进来了解它 并学习这门记忆 让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这个队伍 咱们共同去创新去发展 把学术与记忆达到一个最高峰吧 还有一个就是培养学术人才 因为这门艺术呢 它是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也是在国际上 有赫赫有名的一个艺术 但是呢就是说现在研究呢 基本上都是由国外的人士在做研究 他不自作 但他的研究 研究得也非常好 把中国这门艺术也是有序的 把它说了也很明白 可惜呢我是感觉到 就是这门艺术呢 因为是我们在制作 当然我们拥有更大的发展权 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 这也是文化自信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显现吧 因为通过它 你才觉得 我们非常非常的 在文化上有自信 内化让张铁山对于艺术 和人生的理解 产生了深厚的基点 变成一直坚守 硕果雷雷的大师 内化改变了张铁山的人生轨迹 而张铁山也明白了 内化 指得他用一生去追求 和热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ews Produk 热爱